对 和电台的深度合作已经谈好了 今天就可以开始执行 辛苦了 应该的 肖总 咱们不是最近缺人手招聘的 刚才到了面试环节 才被我们发现 是陈飞儿 是我陈飞儿怎么了 你不能来这儿 我是通过正规渠道投了简历的 过了初筛 过了笔试 能行就行 不行就算 搞什么暗箱操作 面试官怎么说 那什么看见是陈小姐 就没进行下去 既然来参加面试了 就应该有个结果 林聪 你来做决策 怎么想起来搞这么一回事啊 我投了十家公司 除了季风 还有另外两家也进了周面 但我更倾向于这儿 因为我想在赵明轩 跌倒的地方站起来 能不能放下赵明轩 把自己未来的路走得开阔一些 我是在利用和赵明轩的过去 把自己的未来走开阔 你知道我的 没上过班算不上有竞争力 但这么些年 我对酒店行业耳濡目染 总归有些了解 而且我学习能力强 做的不一定比别人差 倒是有道理 阿姨 了解一下季风养老社区 就算不报名 也可以用两个领寄弹 了解一下 对 对 对 这边 好 叔叔 了解一下季风养老社区 现在报名可以想发物桌 小豆豆 给家人了解一下吧 小豆豆 可以给挂把猫猫看一下的 对 好 阿姨再见 新来的换地儿了 谢谢 你还挺努力的 应该的 你还挺努力的 应该的 还没走呢 妈呀 你这是用 批批地盘当博的用啊 你在公司网盘里 找一下最新的模板 就是居红色哪套 来 起来吧 来 公司的素材呢 都在这个网盘里 品牌都在这儿 品牌部更新了之后 也会上传到这边 看明白了吧 差不多吧 这样吧 我找一个录屏软件 把这些操作都录下来 回去你好好做的目桌 研究研究 工作的前半年呀 有不会的地方 不丢人 只烦人 只要是半年之后还不会 那可就丢人了 谢谢 行 那我走了 你也早点休息啊 无所不能的林副总 也有这种可爱的 尴尬时刻呢 这有什么好尴尬的呀 这是爱的勋章 来 送你了 对了 下个星期的房间 不用帮我预留了 我租了房子 准备搬出去 你这变化得 快得我有点 适应不了呀 你年纪大了 你年纪大了 适应能力 是会变差的 你别说啊 我就这么看着你 一步一步走出来 一天一个变化 我还真是有点 老服务性的感觉 你别占我便宜啊 怎么了 是你说我老的 还不信我一老卖老了 那你搬哪儿的呀 改天我给你爸爸关 看看环境 行 你也早点下班啊